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电台新闻报道 昆州议会大选明天举行 民调显示工党可能会下台 特朗普表示 如果当选 他会解雇起诉他的特别检察官 台湾武装部队 他针对两岸紧张局势进行实弹军事演习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5日星期五 以下由许培恩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 昆州议会大选明天举行 各政党作最后的竞选活动 而民意调查显示 工党可能会在执政近十年之后下台 州长迈尔斯在过去几天到访三十六个选区拉票 而反对党领袖克里萨库里就努力争取 在东部城市汤斯维尔的三个选区击败卡特澳洲党 澳大利亚人报的民调显示 虽然工党近几个星期的支持度回升 但反对党仍然可以在撥票之后胜出大选 不过自由国家党的前州长纽曼就表示 他仍然对克里萨库里的赢面感到担忧 纽曼说他过去七到十日都特别担心 因为民调结果显示了两件事 一是克里萨库里的个人支持度正是下跌 而是自由国家党的基本票只有大约百分之四十一 正正是纽曼政府在2015年败选的数字 太平洋国的领导人 在撒摩亚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 批评澳洲未能对气候变迁采取进一步行动 图瓦路总理特澳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澳洲在英联邦国家中 因化石燃料开彩而产生的排放量过高 图瓦路这个太平洋岛国由于海平面上升 而面临被淹没的危机 因而和澳洲签署了一项具有理程碑意义的条约 每年允许280名公民重新定居澳洲 特澳表示澳洲是需要兑现承诺 特澳说他对这项承诺的看法是 澳洲不单止提供或者已经作出法律承诺 而且在道德上负有高度义务 以确保无论采取什么行动 都不会损害他对于图瓦路在气候影响方面作出的承诺 金融部长将于下星期公布今个季度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他表示国内通胀正是明显放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 澳洲在全球对抗通货膨胀的斗争中表现落后 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都已经开始减息 随着下年联邦大选临近 工党政府一直在经济策略方面面临压力 但金融部长加拉格尔表示 政府对付通胀的策略开始发挥作用 电讯商Telstra确认 从10月28日下星期一开始 依赖3G网络打紧急电话的设备将会不再接入讯号 除非升级手机否则公众无法通话和上网 澳洲将会是首个关闭3G网络的周份 其他地区也会在11月4日之前逐渐关闭 Telstra的网络系统总监 塞纳维拉特纳表示 今次是因应新法例 要求电讯商禁止那些在3G网络关闭之后 无法拨打紧急电话的设备 塞纳维拉特纳提醒 如果客户不清楚自己是否受到影响 可以在下星期一之前发信息 输入3发到3498就会收到回复 美国当局批准一间澳洲上市公司 在内华达州经营里矿场 这项名为RioLite Ridge的里矿项目 是拜登政府允许的第一个 美国境内电池金属矿场 此前在为期六年多的审查过程当中 有监管机构 澳洲关键矿产商和环保人士 就矿场内发现的稀有花种发生过争论 美国内政部表示 他们已经违该矿场制定重大保护措施 包括改变矿场设计和建造运务 SBS电台继续新闻报道 接下来转看下国际消息 美国前总统兼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表示 如果当选的话 他会解雇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史密斯正是起诉特朗普涉及的两宗罪案 包括国会山庄骚乱和不当持有机密文件 特朗普曾形容史密斯为特朗普的仇恨者 而特朗普在接受一个保守派传媒访问的时候 被问到如果再次上台 会不会卸面自己或者解雇史密斯 他回答说此举非常简单 他会在两秒之内解雇对方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将会就政府在原住民寄宿学校里面的角色 作出正式道歉 拜登将会到访阿里桑拿州 一个印第安人社区的保留地 期间作出道歉 他表示此举是承认当局历史上 错误对待儿童的辞理一步 此次亦被视为拜登为候选人贺锦丽 争取原住民部落支持的机会 虽然当地传统上支持民主党 但上届大选只赢了大约1万票 面对近期中台两岸的紧张局势 台湾的武装部队在北部澎湖进行了实弹军事演习 今次的军事演习无疑有中国海岸警卫队 同民兵渔船入侵台湾水域 演习是针对中国近期一直在灰色区域进行的活动 包括滋扰当地渔民 并限制进出关键海上地区 以及在北京福建省海岸进行实弹军事演习 台湾军队上教陈柱恩就表示 今次的演习就显示出台湾为捍卫领土 做好了准备 以色列襲击加沙中部地区 一间由学校改建而成的避难中心 造成至少17人死亡 死者当中有13名儿童和3名婦女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今次襲击是针对校内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但却没有提供实质证据 以色列亦单方面表示 负责报道加沙战争 来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记者 是巴勒斯坦军事组织 现时或以前雇用的战士 而卡塔尔总理塔尼就表示 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 塔尼说 卡塔尔重建委员会在加沙的任务之一 已经被以色列国防军炸毁 以色列声称地下洞有哈马斯隧道 但媒体已经发布过 以色列官员也已经证实过 这些地下洞几十年来都只是水井 他表示自己会重新审视一切 看下理所当然的指控 英国药品监管机构裁定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 将未能提供一种能够减缓 亚之海默症的开创性新药 该裁决表示 每年为患者提供这种名为 多内单抗的新药 需要花费数万英镑 未能达到收支平衡 而美国国家健康与护理卓越研究所 先前都曾经对另一种 亚之海默症的标靶药 诺尔堡作出类似的决定 英国亚之海默症研究中心的 本纳母克梅齿就表示 倡议者对于这两项的决定 都感到非常失望 他说当当局了解到 认知障碍症是英国的头号死因的时候 他们必须从某个地方着手 重要的是英国要向业界发出信号 表明英国是一个会推出新药的好地方 经过国际调查之后 一名澳洲男子和两名菲律宾女子 因涉嫌虐待儿童而被捕 该名33岁男子在雪莱Granville 被新州警方拘捕 而两名女子在菲律宾卡兰巴士 被突击搜查后拘留 今次是澳洲联邦警察 菲律宾国家警察和新州警方的联合行动 他们的调查从上个月开始 菲律宾司法部向澳洲驻马尼拉的联邦警察 提供了一名澳洲男子的资料 他涉嫌对一名菲律宾儿童 进行网上直播性虐待 据报是在儿童的母亲协助之下进行 澳洲针对新疆和西藏人权问题 向联合国作出回应之后 中国指责澳洲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 和仇恨犯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西方国家都是危君子 并指责他们无视袈裟走廊正是发生的战争 他还指责澳洲长期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 和仇恨犯罪 当中难民、原住民等情况恶劣 他并提及澳洲军人在阿富汗犯下战争罪的指控 但澳洲总理艾巴尼斯和其他14个国家 一起就联合国调查结果发表声明 并且对此进行了辩护 一位宪法专家表示 独立参议员索普的就职宣誓并无违反宪法 他在英皇访问澳洲的欢迎仪式上 作出抗议引发批评之后 索普承认他在宣誓就任时以错误发音刻意避免 说是效忠于女皇的继承人 反对党领袖达顿要求索普辞职 而两党联盟就要求对他担任参议员的资格进行审查 不过雪莉大学宪法专家淘梅教授就表示 错误的发音并无违反宪法 随着澳洲人转向更环保的驾驶方式 年轻买家的电动车贷款申请也激增 联邦银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18至24岁客户当中 新电动车贷款人数增加了4倍 而二手车市场的贷款人数也平均增加了5成2 数据更显示 电动车的普及化推动了价格下降 而联邦银行的个人贷款总经理就表示 价格下降的原因是更多制造商进入了本地低排放汽车市场 三名雪莉男子在雪莉犹太博物馆外行纳税礼 被判犯有展示纳税标志的罪行 这三名男子每人被判处500至1000元的罚款 而他们的律师使徒辨称行纳税礼并不属于该立法禁止的范围 又称禁令指释用于禁止展示纳税党徽等标志的行为 体育方面 西班牙警方拘捕了四名怀疑针对皇家马德里 巴西籍前锋云尼素斯 而在网上煽动种族仇恨的球迷 四名被捕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口号 呼吁球迷戴上口罩 以便他们可以随意侮辱这位巴西籍黑人球星 而不怕被人认得 根据西班牙法律程序 法官将会审视案件 并会考虑有没有足够证据 先会进行正式的审讯 而警方表示 调查仍然进行当中 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 财经消息 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 收市报8206点下跌了9点 总成交52亿元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42,374点下跌了140点 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0,489点下跌了270点 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280点下跌了22点 外汇市场方面 澳元对美元0.6641 对港元5.1606 对人民币4.7278 接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 墨尔本早上可能有骤雨16度 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或雷布30度 柏斯大致有阳光25度 雅德雷德间中密云21度 河伯特有一两阵骤雨13度 坎培拉间中密云19度 达尔本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35度 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 立刻紧贴SBS电台广东话节目的Facebook专页